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桃园开讲 最近的天气有点凉了 那么在秋高气爽这样一个气候呢 其实是非常适合户外的一个旅游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带大家到大溪复兴来走一走 那么说到桃园的大溪跟复兴 大家应该会想到所谓的北河 因为北河其实是桃园或者甚至是北台湾 最具有国际发展潜力的一个观光旅游景点 那么桃园市政府呢 在疫情之后全面的开放这个旅游之后呢 其实打造了一个探索北河的一个品牌 希望能够吸引这个很多人来到这边观光 同时也接轨国际来提升北河的观光竞争力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好的来看一看 那么先来介绍今天与会的特别来宾 首先这位呢是我们桃园市政府管理局的局长 我们周伯映周局长 主持人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接下来邀请两位一座呢 其实都是在地的 这位是桃园市议员李伯芳李卓 是电视机前面的所有观众朋友以及所有的 我是桃园市议员李伯芳 我来自大西 我们欢迎一座 那接下来这位是我们3D原住民的议员 我们苏伟恩苏议员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园3D原住民市议员苏伟恩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们三位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现场 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 先来看一段影片 让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主题 请看今天的BCR 好 我们从这一代的节目 但BCR其实可以了解到今天的节目主题 那这次BCR其实呢 在国际上也是让桃园的北恒 被看到了一个很重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重点 那么说到北恒呢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桃园市政府 以打造所谓的探索北恒为品牌 所以大家就要了解一下 所谓的北恒指的是哪里 那么当然就要请我们桃园市政府的管理局局长 来告诉我们 北恒他们重新定义之后 它的区域范围大概是哪里的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北恒我们在讲的就是北部的恒贯公路 就北恒中恒南恒 那大部分的人 因为过去比较推这个中恒的这个太鲁阁 这个游乐方式 那比较熟悉 但是其实北恒大家不陌生 应该这样说 过往救国团 其实在我们这个复兴箱 复兴山上有这个基地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 这个我们比较长辈的回忆里面一定都有我们这一块 只是那时候可能都讲的是复兴复兴 就比较没有去连接到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去复兴前通常都会到这个 这个奖公的这些 那个走过的这些步伐 或是这些地方 去走一走看一看 其实那些步伐走一走看看 还有那些山庄 或是那些接待的地方 其实都是在我们现在的大溪老茶厂周边 老街周边 所以其实以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游玩方式 只是这个品牌就比较久远之后 现在比较不那么为人知 所以我们重新希望就是 把这个大溪一路上到我们复兴 连接到宜兰 还有少部分 新北的这个山区的这块地 同步向我们这个 专业部观众署申请 成立我们这个 北恒的这个国家风景区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重新打造这个 北恒的游玩模式 那用探索北恒 加我们这个泰雅族主义 这个那个 这一句话是说 让我们一起上山吧 就希望可以让大家能够 整个在北恒的这个 在台湾的这个横贯公路里面定位里面 它不仅仅是一个横贯公路 更是一个 户外游戏也好 或者说是在北部一个最重要的自然花园 我们希望把这件事情重新回到大家的记忆里 所以其实去年开始 我们也是全台湾第一个邀请跟这个GoPro合作 邀请全世界各地 十几个国家的这个创作者 来拍我们的北恒 他们也是非常惊艳 其中还有这个百万粉丝的这个 这个菲律宾的创作者跟我们说 他其实走过非常多千山万水 他说他走过大概二三十个国家的山 他竟然来到北恒之后发现 哇这就是他最爱的山 他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山室 还有里面的西建瀑布等等 他都觉得是太美了 那更重要的是他今年又再一次再度的回来 那他去走了一些比较城市地景 大家可能比较常去走的地方 那走了夜市啊101 但是他都感觉好像这不是我印象中的台湾 结果把他又带回山上去走说 他说对了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台湾 他觉得这一种漂亮的风光 其实跟我们一样嘛 坐飞机从台湾的外面开始这样俯瞰 其实你看到是云层之中那耸立的三轮 那其实很多外国人看我们美丽的宝岛也是这样子 是的 因为刚刚局长有提到就是 其实还有结合我们所谓的泰雅文化 那一句话我们要请一下我们的那个异作 来标准的讲一下 这句话到底要怎么讲 然后您这边来看的话 您的您认知的北恒 因为在地嘛对不对 所以您认知的北恒 大概就是区域会在哪里 那个刚刚其实我们的泰雅族语 这个Hata就是去的意思 Yak就是山的意思 就是然后Lok就是有一点这个语著的部分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一起上山的这个概念 那我觉得在这次不管是北恒 或甚至探索北恒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能够取之像这样子的族语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 因为刚刚我们博音局长有提到 这个连同国外的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网红 或甚至YouTuber到我们的这个北恒去旅游 那这个让他们印象深刻 不要说只有他们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就像我每次这个大概假日 一定会上到复兴 那带给我的感觉也都是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真的是山明水秀 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其实应该这样说 其实它不只是只有在那个原住民文化那一块 那很多东西 譬如说自然的山明水秀 自然的风景 最重要的是其实刚刚局长有提到 私下在聊天的时候他有讲 其实这里有全台湾唯一合法的高峰弹跳 我个人是很想去试试看 所以其实电视机器人观众朋友 如果想要去试试看的话 挑战一下自己的话 这里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不过说到刚刚还是回到我们的北恒的这个部分 我们请我们的那个在地的那个议员 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您很明确的可以知道 我们的北恒其实从大西开始 对不对 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一段的范围待着 我想这个大家一直在讲说北恒北恒 但是真的起点是从我们大西的老街 也就是我们大西的一个宫殿桥 那么一直往慈湖往复兴 然后到宜蘭 这中间经过的除了我们陶原本身之外 还有新北还有宜蘭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 这个在整个所谓我们全国有三个恒贯公路 那么三个恒贯公路 那么以目前整个交通状况来讲 就是我们北恒市最稳定的一个恒贯公路 那中间这些山它不只是高山 那么它是绵延的山 而且有高的有很合法的 所以整个山市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整个如果我们讲北恒的这一个重要性 事实上它代表的是一个文化 是代表的是一个自然资源 代表是有历史 有文化 有自然资源 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 事实上它是一个应该在整个恒贯公路来讲 那我觉得北恒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自然跟文化都邀请大家一起来探索 不过说到探索北恒这个品牌 当然需要让大家都知道 需要推广嘛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因为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一支VCR 其实是国际知名 也得了还蛮多奖项的 至少两个国际大奖 对不对 可不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个两个国际大奖 然后你们当初怎么拍的 希望能够推展这个我们北恒的观光 其实就像刚刚说 我们尝试用不一样的角度去走 那参加这个休斯顿摄影展这个摄影大奖 其实也是一个想要让国际去知道 那坦白说我觉得这支影片里面 也用了非常多这个族人这个在地的文化 那又加上我们的这个山市水市兴趣 那坦白说当然这个导演有一定的功力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北恒的 这个漂亮的景色也推波助澜 也有不少的功劳 因为坦白讲有很多时候 那个景色放在那边 或是那个意境放在那边 你看到这个影片就已经天色不少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得这个奖 实在也是得利于我们桃园原本的美 而且探索北恒这个品牌 其实我们在英文的用语 我们没有弄那么复杂 我们就叫explore桃园 所以其实北恒的确确是 桃园一个很能代表它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那更重要的是刚刚有说 就是从这个大溪一直绵延到宜兰这段路线 其实在我们的大溪段 池湖 头辽 大溪这块 它又是一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推的另外一个品牌 大龙门 大溪龙潭石门 大龙门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其实你从这边往西去走 就是一个整个大龙门的块 那刚好这边开车接过去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往西可以畅游整个大龙门 往北可以是一路玩到宜兰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往这样子推 explore桃园 我们就希望这个户外的东西可以去讲 那所以高中含跳其实只是其中之一 那我们更希望这个山林的这些 厉害的资源包含刚刚说水啊 或者是森林能够出去 但是我必须也在这边 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一个重要的知识 就是说其实 山区有非常多好的这些水资源 可以去走走森林去走走 但你一定要是专业的向导 专业的导游 或是专业的老师 还有如果你是溯西的话 一样是专业的教练 全副武装 并且把救生设备都带着再去走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有很多人都爱去玩 可是对于安全意识都不用重视 所以才会出现很多悲剧 可是其实这些资源不是不能去走 只是你要非常安全的去走 这部分我觉得 国外的户外玩家 比我们具备这样的意识 所以台湾就会比较可惜 因为我们是一个岛 岛屿的国家 那我们在我们的岛里面有很多资源 其实都在山林里面 那如果大家把这个安全做好 我们就非常多观光资源 而不会都是放在那边知科 远观不可谢万 所以局长非常厉害的就是 先提醒一下我们观光旅游 非常重要对不对 那是水资源 观光旅游 然后探索那些水河 对不对 好 那重点是 其实在这个山林里面 在富行乡 其实我觉得芬多金很重要 那当然大家也称为 北恒是芬多金的先进 对不对 那个我们请教一下苏毅座 您在地的话 您觉得有感受到 这个芬多金的一个氛围吗 还是说您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 其实真的是要吸收很多分 多金的话可以到哪几个点来 那这个我们在看这个探索北恒的这一块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观光的一些景点也在里面 那尤其是刚刚主持人您提到就是说所谓芬多金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像是一些步道 不管是说这个先从我们从北恒这样一路看上来 山明的这个部分 那再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山罗府的部分 那或者是说从这个118沿线过去 也有我们高绕西的这个部分 都有我们的步道 那最后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巴黎 尤其是我们拉拉山的这个风景游乐区那里面 有我们这个神木区的部分 所以其实在这边也是真的是蛮推荐我们探索北恒 为什么 因为这个您想象一个画面 这个早上一起来 我走在这个神木的这个领道间 那再吸叙这个芬多金的这些 这个所谓这个大自然的这个部分 这个晒着这个刚这个清晨的太阳 然后走在这个领道 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特别跟奇妙的地方 非常厉害 我相信三位都是非常好的代言人 都可以 都可以把我们北恒的美说的非常的厉害 让我们都很有画面 那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李懿座 您很会拍照 对不对 所以刚刚讲到芬多金 看到山水 那就您透过相机 透过您在拍照的过程当中 您欣赏到了北恒之美 以及观光自由带有哪些 这个观光一定要放慢脚步 观光不是走马看花 那么我记得很多好朋友 我们一起上山的时候 不管走到所有的步道 或者是去亲近所有的山林 那有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 共同的声音就是说 你们认为空气真的好好 那这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们到山 我们到我们北恒的所有的动线上去 如果你有机会 你停下来 你去欣赏任何一个点 你不管是下雨也好 不管是清晨也好 不管是雾蒙蒙的一个环境也好 或者是一个黄昏的时候也好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其实那种美只有你放慢脚步 只有你那个时候 你不只是看到美 你更会让你的心沉淀下来 其实我们要的就是 你如何让自己能够再享受那个环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是需要你自己亲自去体会 所以我们在一起传递说 大气有多美 我们北恒有多美 但请问一下你来了吗 请问一下你有放慢你的脚步去欣赏它吗 请问如果你真的放慢脚步 而且你也让你沉淀下来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可以看到真正美的 我们的北恒 我相信经过三位的介绍 我应该很多人会想要到北恒来 那个静一静沉淀一下心灵 对不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举角 因为北恒这么的美 资源这么的丰富 那当然我们的一座也就是积极的争取 能够成为所谓的第14个国际级的一个风景区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进度跟规划是什么呢 应该说现在其实我们跟这个中央 跟观众署这边 对于整个范围的划设 已经差不多了 大概进到最后的阶段 那可能 因为我们这一块刚刚有说嘛 我们还有包含到这个宜兰还有新北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范围的部分 可能还要做最后的确认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原民法的关系 就是基本法的关系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牵涉到这个原民地的事务的时候 也是还要经过这个原民的部落的同意 那这个部分就是之后可能会比较繁琐的部分 那当然是我们是有信心 在各位议员的协助之下 还有这个地方的支持之下 应该是可以去过 只是说因为现在原民的原本的这个 具住的这个部落里面 蛮多人都是在外的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大家一起呼吁 到时候如果要过的时候 请大家踊跃回来支持 签下大家的名字 但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很积极的在跟这个原民会 以及这个观光署在做协调当中 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进度表 希望什么时候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认定 应该是说 刚刚讲的这个部落会议 如果认真要召开起来的话 要成立大概六十几个 那因为过往桃园比较 没有针对这个原民事务 在成立部落会议这个部分 所以没有既有的这个原民部落会议 那要重新成立起来到它通过 这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行政作业一定要同步进行 探索北衡的推广也一定要做 不可以停对不对 那一座呢 基本上就是一直积极的争取 其实为什么要把它 立为所谓的国家风景区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在推广的一个基础上 会比较多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看了全国所有的国家公园 或国家风景区 都有大量的一个观光预算的预阻 所以才有它今天的发展 那但是呢 机场税 我们的观光发展基金 是来自我们机场的 桃园的机场税 所以这个既然来自于 我们的机场税 所成立的观光发展基金 而我们桃园是机场所在地 却没有一个国家风景区 或国家公园 事实上是对桃园而言 是在惩罚桃园 这也不公 所以如果相对 我们桃园也拥有这样的一个预算 可以去投入我们的整个北洋的发展 那我相信北洋的发展绝对会让全国人耳目一心 而且会认为说你们桃园真的很棒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苏议员 就说刚刚那个局长有提到 就是其实在原营法规范底下 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进度会比较缓慢一点 但是他还是努力在做 但是如果作为就是一个三地园住民来看的话 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进度 还是说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 或建议可以加速这样的一个进程呢 刚刚这个我们薄英局长有提到 那因为这个也是因为原营法这部分 那当然是一定要尊重这个我们在地的一个主人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也是赞同 但是刚刚局长这边大概的部分就是提到 当然我们现在复兴区总共有五十几个部落 那复兴区整个五十几个部落 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涵盖在我们这个所谓北恒的这个公路上面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成立的这个部分 大的部落的部落会议是 就是大的部落已经是有一些这个部落会议的这个组织 然后那我们也有部落主席 但只是因为有一些比较小的部落 那就是可能就是要从头这个成立一些部落 这个会议的一些组织的部分 所以总共是要开六十几个部落的会议吗 因为它不同的部落就要每次开一个会议 按照原基法它的规定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跟中央协商跟讨论 就是说依照我们的这个独特模式 并且加上我们的区域有跨到宜兰跟新北 那我们能不能够去 因为这也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嘛 那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个原乡的这些青年 或者是原乡的这个居住的这个人口 都是在外移的状况 那你要他为了开一个部落会议回来 或是成立一个成立之初 就必须他同意跟把名单纳入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好好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一些弹性的这些执行空间 因为以前没有潜力可循 所以我们目前正在努力把这件事情去完成当中 所以要努力把他赶快那个进度要加快 不过最重要的是尊重在地的意见 尊重在地的原民文化 其实也是一定要做到的 我希望能够早一点看到这个北恒这个风景区 可以早点成立 不过说到北恒这个整个推广我们的观光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局长这边 就是其实在暑假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推出所谓的亲子放开心 然后去游玩这样子 那目前的成效呢 对其实我们这一次就是 探索北恒其实在去年 我们把这个品牌创立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很努力在思考 就是说怎么样真正能够把实质的人带进来 那所以今年其实我们做了几场的活动 就是以刚刚说的 在池湖这边做一个中继点 以往这边很多就是就是东眼山下来 他们可能池湖上个厕所就离开 但现在变成是说他池湖可以带一下 脚板山我们也投入了 我们将近一亿 就八千多万的经费再去修 然后这边也去修一下 把这些地方都打造完之后 我相信以后大家驻足停留 跟串联的点就会更完整 最大的问题是山上他本来接的能量或是民宿就有限 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是打造一个市场接受度也高 而且游玩度也高的活动 举例来讲刚刚的高空谈跳 这个部分我们就也有放进去 那还有很多的是走这个山林小径 猎人小径的我们也放进去 还有回来你可以一起来做一个这个猎人的餐点的 甚至把这个我们中间几个部落 学务闹部落他们的这个迎宾结婚的这个仪式也放进去的 或者是我们连到山上看星星我们也放进去 所以我们正在创造各种不同各式各样的这些团 能够让大家去出 那目前有开的这些团也都秒杀 所以说我们也会希望说在这个春天夏天结束之后 在秋天再继续 那以后变成是四季都有这样子的团可以进去 所以重点是不同的主题 就会开不同主题特色的一个行程 对不对 让大家非常的聚焦 去到那边就体验 比如说您刚刚讲的就是看星星 或什么猎人餐我来第一次听 我觉得还蛮期待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推广 我相信经过了过去这样的一个时间 或者是暑假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后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艺术 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成效 是不是有其他地方可以再加强的 你给我们管理局这么一些建议 其实一个游客到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旅游的时候 旅游资讯的提供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比如说到底我今天来这边 我是希望走除了说我原来设定的模式旅游的一个行程之外 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比如说大西晚上很美 那整个我们的癌线步道也可以让你看欣赏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大西 那请问一下这样的讯息您是不是知道的 那比如说大西有很多的一个宗教很多的寺庙 而这些寺庙也有它深层的一个可以让你生灵 是一个心灵享宴的一个地方 那您知道吗您可以去吗 比如说有很多的步道 这步道有各种不同的年龄层次你可以去走的 您知道吗 那有很多的文化之旅您知道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这些相对的资讯或者农业之旅 比如说我想去最棒的一个有金农场您知道了吗 像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行程 如果我们在行政单位可以让这些讯息 让所有游客很清楚知道的时候 那我觉得停留我们整个北恒这个动线 它绝对不是一日游 它可能是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那就看您时间有多少 您可以依照您的时间去做所有不同的旅游的模式 那我觉得它会让你真正走入所谓的深度的观光 所以就是观光资讯要充分能够揭露 因为我们在看其实很多国家 其实在观光旅游非常发展的一个国家 重点就在于它网站上或者是它很多地方 都可以查到观光资讯 它可以你不用事前去到现场都可以查得到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也作为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参考 那我想请教一下苏毅作 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推广的成效您怎么来看 还是说在原民文化那边 是不是还有可以再加强的 可以结合在地的一个特色 探索表演这部分就不外乎山水路 甚至是人文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的这个里面 刚刚局长提到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行程 包含有我们的这个猎人的这个小禁的部分 或者是一个一些可以关心 或者甚至是一些步道的部分 所以总共好像也是有六条的这个部分 可以来给大家提供选择 那我在这边的话还是多的一些建议 因为复兴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观光资源 或甚至是一些这个户外的这个一些极限的运动 我想现在这个也都是大家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这个这个长辈或是小朋友 都会很喜欢的 那这个除了露营或甚至是到这个走我们的这个行程的部分 能够再去多更多的这个点 能够来踏进到这个我们复兴 但是就是吸引观光客进来 我相信市府已经一直在做 但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个观光量能的部分 就是说你的民宿够不够啦 后续能不能够因应 我相信这也是在地其实要去思考的 我相信也是议员这边要去跟在地也是沟通了 就说民宿的部分也是要多开放 不是我来到这边可能没办法住 那最后我相信今天的主题叫北恒的观光嘛 所以最后我们请我们管理局长来告诉大家 就是真的要到北恒来走一走 现在天气正是时候 那你要怎么玩 现在最适合怎么玩 其实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这夏季这个15条这个星级路线的这个旅行之外 也大家也可以上网猜一猜 看还有没有团可以抢的到之外 其实我们还 我怎么讲 对对就是剩下的还有一些剩下的游城 看还有没有可以抢的到之外 因为我们应该还有加开看星星的场 因为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 还有我记得还有一次流星雨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搭配流星雨让大家上去的 不会说做到夏天就结束啦 那这个可以去抢抢看 就是一直到冬季我们还可以看看有没有 那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到10月底之前 来到我们这个北恒到我们罗浮洗温泉 或者是有到我们这个天空步道 或是我们这个小屋来细水区去走一走的话 其实都还有奖可以抽 那如果你在我们上面的民宿住宿下来 或是我们大溪的这些旅馆民宿住宿下来 一样可以有奖可以抽 iPhone iPad 什么都可以抽 那如果你整个星辰搭配又加住宿 又到我们的这个罗浮温泉去洗温泉 或是有到我们这个小屋来天空步道 再加上在地住宿都结合起来还可以抽汽车 所以这个又可以玩又可以抽这个我工商服务一下 千万不要抽过 这个到10月底还有机会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真的是 已经略略秋高气爽了 的确现在是凉凉的 特别是晚上 那这时候真的非常适合 我们去走一下我们这个月梅啊 山珠湖啊 的步道一直连着我们这个清水步道 走到我们这个这个头疗 以及我们这个池湖 然后呢 然后上去 包含到我们脚板山商圈走一走啊 买买东西啊 然后在我们的民宿住下来 住下来之后呢 第二天早上 我们可以往东眼山继续走 爬爬山 一切都很舒服舒适的时候 还可以选择怎么样 还可以选择再到 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不同的商圈 枕头山或是其他的步道走一走 慢慢的 慢慢的 这都还没有往山上 都还没有讲到上巴林下巴林 你刚刚一直讲的就是要四天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所以我现在是说这是放慢脚步嘛 就是呼应刚刚义座所说的 那这些东西太多太多 一时间讲不完 而且如果你是年轻族群的话 其实光是带装备到山上去 走一下我们山林 溯息或什么 其实也都是三四天以上的行程 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探索 我相信那个局长讲不完没关系 但他刚刚讲的两个重要资讯 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也就是到今年年底 还有一个流星雨的一个行程 大家赶快去抢抢看 因为他们有夹开那个名额 第二个重点就是 十月底之前 只要你到这边消费 包含住民宿都可以抽奖 对不对 刚刚局长说的工商服务 这两个重点大家要赶快记得 看完节目赶快去抢名额 赶快去我们的复兴 我们的北恒来走一走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三位 来为大家介绍我们北恒的理由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会 谢谢